這件事有沒有補充? 是,還有 今天有記者提起周庭 周庭那裏又怎麽算 因為通緝名單裏沒有周庭 而周庭又偏偏就是現在 他是一個on-bail的狀況 他是保釋的 保釋,即是現在是棄保潛逃 今天李桂華就有人問他 究竟是否真的有深圳一日遊這回事 是否可以深圳一日遊 可以換取護照 當然了 你見到葉劉、李家超、鄧炳強這些都暗示 有這次就沒有下次了 如果之前有一個goodwill 寬大處理 你得到國安警的信任 那就讓你去深圳一日遊 這樣來換 但問題是 這個保釋條件會不會很搞笑呢? 以往來說 保釋 正常的香港 保釋呢? 首先要知道 讓你保釋出去 無論法庭也好 警察也好 要做個判斷 保釋的疑犯 你會不會對社會造成安危 這樣說 等於很難明白 你會不會讓你保釋 如果以往 這個前科來來 整天都在摸女生大腿 沒理由讓你保釋 應該這麼說 保釋條件是各種各樣的 有些人交下五個水 就能走 例如那些阿伯偷飯的五個水 就能走 有些像你所說 就是慣犯來的 那些就交下十萬元 和沒收旅遊證件 看你認為究竟阿周庭屬於哪一隻 按道理國安警 就應該是連那些都不給你的 關兆良就說 傳聞有法安國 本來有一集是周庭 那不像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現在有法安國那些 都是那些在囚人士 唐英傑和健仔 曾志健 唐英傑這個做法很黑心 做法是 我們昨天沒有講足 因為我看了傳片 尾段 她說她參與了 沿途有理的洗腦 更新課程之後 就叫她升國旗 完全否定自己 對 即是很毒的 以前是光時期 我現在就是要你升國旗 還要你自己在鏡頭面前認罪 這下夠不夠毒 就要你自我否定 即是是共產黨的手段 共產黨不讓你坐牢做烈士 你坐牢 坐牢的話 變成吃我住我的 你就要聽我的 所以我們說起 唐英傑被逼去認罪 也有些網友就去問 究竟阿布泰 林景南 是不是被逼的呢 即是她要主動鋪 和陳茂波的合照 主動去歌頌香港政府 會不會這樣算 會不會這樣算 共產黨就是這樣 共產黨就是要你坐牢的時候 改造你 路改 蘇聯發明 中共就是學足 中共不是學足 還要超越 加起來 人格否定 人身攻擊 即是你對你以往的背景 做過的事 全面否定 寫過書 公眾搞一個批鬥大會 叫你自己跪玻璃 自己認罪 香港現在叫做斯文 由香港央視CCTVB 親自操刀 然後拍出來給大家看 當然大家不會相信 但是你從此以後 你對唐英傑的觀感 已經不同了 即是你對唐英傑也好 健仔也好 其實不止的 觀感已經不同了 還有些不出名的手足 每天都要看TVB 每天都要看 要洗腦 這就是共產黨的手法 偏偏就是 你想做烈士 他就是不會讓你做的 只要你在香港 落網的話 你就會有這樣的下場 所以當然 如果你有選擇的話 最好當然是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香港就等於大陸 文革那一套在香港發生 正在發生 就是說周庭的問題 喂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搞笑的 深圳一日有 就可以換護照 這些什麼條件 以前沒有的 你說 你不相信他 你覺得 你令到你法官也好 令到你警方相信也好 他不會對社會造成安危 他以往犯錯的事 不會重犯 不會有即時安危 才放他出來 才給他一個待遇 你現在的案情 還有一個案情 就不是說已經是坐眼 那麽裏 如果你斷正的 拍片 表證成立 有眼都看到你表證成立 那就不會被你保證 一般就是這樣的 但是周庭 你現在 案情就是你們知道的 你不是說大家都看到的 是斷正的 周庭鞋 他怎樣 可以參與 肥奧黎 的勾結外國勢力 這些就是文匯報的老闆 沒有的 現在不是說這一套 不是說道理 首先照你認錯 你要保釋 保釋 其實不是中共法治文明的產物 保釋是文明的事 保釋就是首先相信 你在判之前 就承認你是無罪 無罪假定 不然現在拘捕你那一刻 就當你有罪 那你國安警 無止境還押 四入四十七人 和肥奧黎 大教授都已經知道 什麼事 拘捕你那一刻就當你有罪 所以 你要出來的話 你要保釋 保釋的話 你首先要認錯 這個當然是野蠻 但是中共那套法治就是野蠻 那你現在告訴全世界 香港就等於大陸 就是玩這一套 我們都講過了 甚至是說 李韻騰是嘗試用很辣的條件 去保釋肥佬黎 都被中聯辦出聲明 你們管治是否有困難的時候 現在全香港一定是靠左 所以現在 就是要你先前我否定 才讓你保釋 但是讓你保釋也好 到你審的一刻 除非你肯做妥協 你肯答應做烏點證人 煮死黎智英 如果你肯煮死黎智英的話 什麼聲音 我聽著 是不是又有背景聲音 我又不覺得 沒有 如果你是有這些 那就麻煩了 但是現在 他又不肯說 不方便公開 不方便公開 總之 他說保釋條件 不是鐵板一塊 有談有說 就是哄你 你乖乖乖 我給你讀書 我是不是你恩人 我對你有恩 將來我有事 找你幫忙的時候 你記得還神 你還恩情 他就是要跟你建立這種關係 你那些獄卒 裡面的國安警 不是每次都找電話保釋 不是每次都找徐仔時候 精神虐待才是最恐怖的 是軟眼兼絲 永遠都是這樣的 你要套些反講話 你要反合作的話 你就要軟眼兼絲 一個是唱紅臉 一個是唱白臉 你說有談有講 那不是就是唱紅臉 跟你有談有講 所以 你找他拍淫照那個 在騰訊面前打卡那個 這些是不是淫照 找周庭拍淫照的那個 就是跟他有談有講的那個 你上到去 我請你吃東西 或者多漂亮的那些 有的 周庭一去不反 就明顯說謊 誠信破產 相信問題在他身上 但是他現在 他有解釋 不會把他 當作一個通緝犯 因為他還給他時間 他現在的保釋條件 是12月中旬 就向警方報道 就是明天 其實就夠時間了 就夠時間了 我給他時間買機票回來 其實正式開審 下個星期一 18日 開審之前 審黎智英之前 就麻煩你回來 我們的刁 仍然是有效的 懶是寬大處理 我還給你最後機會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要選這個時候 選這個時候 有人問周庭的問題 現在就是用他們 用五個通緝犯 你嘗試 就做最後的呼籲 最後的恐嚇 ultimator 這個就是最後通疊 這個就是用五個通緝犯 其實是時間的問題 你要通緝這五個人是時間的問題 只不過是現在 就順理成章 就當了一張牌 你去打給周庭太太 我打了出來之後 你是不是用Patreon去吸客 周庭 如果是的話 你就可能是打一個 我不知道周庭有沒有 你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你將會報他們的後塵 你不想 他現在做事都會這樣做 因為國安警察 尤其是李桂華要順便交差 他要向中聯辦交差 他要向國安委交差 他要向國安公署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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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麼養蟲 你現在給周庭 這樣去拿美彩 一定要覆卓的 黑社會邏輯 現在就要還花一張牌給你 所以你看到記者全部都安排好的 實質上是跟周庭說話 雖然中招過那幾位 那全部都 我就覺得他現在就是連銷帶打 這五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我覺得 根本上他是預料的 你說許詠庭 鄭文傑 鄭文傑 我也覺得奇怪 鄭文傑不是一早就被通緝了嗎 其實 現在才是 鄭文傑 我們接受訪問局 那時候他都 沒有什麼感覺 他已經預料了 這個真的有些好笑 我以為他有些惡言 惡言在於現在才會通緝我 對呀 其實現在我說 因為周庭的因素 這個時候才打出五張牌 才打出紅花信 其實就是拿來 去嚇周庭 其實他還是想有毒 有騙周庭回來 如果他要通緝有多難 但是 下個禮拜通緝 其實就沒有了一個有報因素 沒有了那個效應 即時通緝的 周庭就肯定不會回來 對呀 他還想 他對周庭還有一絲幻想 李桂華 但周庭找到NHK 找到VBC 回不了 回不了 但是 沒有辦法 我們全部人都知道 李桂華 你給我一個機會 你不要不斷屌刺我 他跟中聯辦說 鄭雁彤說 可能還有董經緯 還有董經緯 你不要不斷照我廢 對呀 我不是沒有辦法 你給我多個機會 給我打完這張牌 反正 現在都死馬當活馬醫 李桂華那些 就是這樣 千萬不要回 當然千萬不要回 那些網友都在說 阿周庭 好了 其實今天有很多話 當然 今天全世界都在說五個通緝 在說五個通緝 那些網友可以oun